你们看着吧 等一会儿开会啊 肯定拿我说事 你离他们干啥 王牧丝啊 你要是怕见他们的话 待会儿你就带着饭上宫去 我去开会怎么样 那也行 那我就 现在就去吧 要不一会儿见着他们 他又得揪着我 大家很准时吗 通知看见没有 有没有什么意见 我不同意 说说看吧 大家想一想 我们监狱搞生产是为了啥 不就想多赚点钱 把我们监狱各项管理工作 搞得更好吗 我们生活要上水平 设施要上水平 我们的教育更要上水平 这哪一样的取得了钱 没有钱 我们怎么弄啊各项工作 搞得更好呢 说得对啊 还有别的意见吗 我说两句 这个监狱评比 生产任务可是重要指标 生产任务万不成 年终评比怎么办 大家说对不对 还有要说的吗 再不要说了 不就是福利和奖金的问题吗 没人说了吧 好 我先说第一个问题 咱们首先不能顾此失彼 我们的犯人 现在都在劳动在加班 根本没有教育和学习的时间 我们还谈什么更好的教育好犯人 第二个问题 我想问问大家 监狱的工作宗旨是什么 大家应该很清楚 衡量一个监狱的工作 首先是要看它 能不能更好的改造犯人 教育犯人 如果只是单纯地完成生产指标的话 那就是本末倒置 这怎么能叫本末倒置呢 劳动也是改造罪犯那个重要手段呀 那不劳动行吗 谁说不劳动了 这萧帆说的是超市劳动的问题 你知道不知道你啊 我再说一下福利奖金的问题 我知道 大家的收入水平都不高 生活很艰苦 这个福利奖金 确实能解决一些生活问题 但是我要问问大家 如果没有福利奖金的话 咱们是不是就活不下去了 咱们是不是就不干这个事业了 我知道有人不服气 不过这个通知 必须要执行 还没到下班时间呢 你干什么去 你管得着吗 我和西北风去咋啦 我和西北风去咋啦 哥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 我心里也不好受 你心里还不好受 你的监局长不是当得挺威风的吗 监局里好些老同志 他们都不一 你连犯人你都能体谅吗 你怎么就不体谅体谅他们呢 你怎么不说话呀 说话呀 我跟你说 明天就把你的通知收回去 这不可能 这不可能 不可能也得收回去 我不干 我 你知道吗 有几个老同志都到我这儿去告你的状 恐怕这个事不止我一个人知道 监医长可能也知道了 你说就你一个监区执行 其他监区执行不执行 其他监区执行不执行 你这么做你就不怕监狱干警 指着你吉尚鼓骂你呀 骂不骂是别人的事情 这件事情本来就不对 混账话 监狱是你一个人可以管的 但是所有的干警 共同努力才能管的 你能管得了啊 我告诉你 监医管理 不是靠激情和冲动就能做得了的 明天过节了 明天没叫你去吃饭吗 记好了 那你还奔着连干吗 艾姐 我有个事想求你 什么事 你看咱能不能 跟梁局和吴局商量一下 把小凡这小子调回去 咋 小凡干的听不错嘛 为啥让他掉走 是这样的 你看这小子啊 来了这段时间 就没消停过 不是今天得罪这个 就是明天得罪那个 我是怕呀 他再往下干 真不定惹出什么事的 二战区 现在是不是有盖棺 我没看出来的 大妈提发没了 烦人家吧少了 该造风险整了 你觉得这个进步 还小吗 小凡要穷劲 我要支持他 你呀 应该学习他 艾姐 你是了解我的 我不是个担小的人 当没打仗的时候 我也没做过怂事啊 小凡这孩子年轻 我是怕 他再这么干下去 未必就有好结果 我们都在嘛 你怕什么呢 答 sach自立inha 他不是这样吗 你好不快 常选一些禁法 说不luk把Professive做麻烈 左右 我去看看 去吧 喂 喂 干啥啊你 上班 何如 明天你干啥 出去玩 几个同事约好了 去南山转转 好 那你去吧 你呢 过得怎么样 还行吧 你有什么事吗 没事儿了 挂吧 再见 再见 都听好啊 从今天开始 不加班了 但是每天的任务 必须完成 听明白了吗 有 这算什么呀 我都被他们给弄糊涂了 你想想 咱们要不加班 怎么能完得成任务呀 我们每天干到十二点多 他们又不是看不见 现在不让加班 那咋完成任务 是不是 对 听明白了吗 听明白了 算了 你明白啥了 你听明白啥了 我反正是闹不动的 不让加班 是因为应付手续症 但是啊 咱们想尽办法把活干完 小范 矛盾搞得那么几华 你们进去有人找我反应情况 要我一个明确的知识 就是以后让不了加班 要是不让啊 所有的进去都都听 要是让呢 又是你的微信 偏偏强调劳动 只占学习时间 这本来就不对 思想 文化 技术 三课教育都落空了 还谈什么改造啊 我的本意是 让大家注重的是教育改造 可是 你的想法嘛 没错 只是一个方面 一个角度考虑问题 考虑问题 要从监狱的实际出发 但是嘛 不能决定 也不能武断 你有你的想法 其他干净也有他们的难处 大家一起来想一个办法 不是比下一个阴行统治好吗 是 我工作也有失误 改造犯人不是你一个人的事 需要大家的力量 你是一个监局长 如果不能把大家团结起来 怎么能改造好犯人呢 这样吧 我和级别领导碰个头 如果有特殊警官的话 最想保庇 领导毕竟还是领导 我还有很多东西需要学习 什么时候学会拍表皮了 艾剑 我还有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 这个事情啊 我想了很长时间了 咱们监狱 能不能搞个电教中心 平时做一些电话的教育 还有普及一些法律知识 总之啊 好处太多了 这个建议不错 那人呢 艾剑 您忘了 咱们还好多女警呢 让他们也发挥一下作用 我提议 咱们成立一个女警教育中心 对啊 命令他们一直想干一件事嘛 这个事交给他们最合适不过的 关于这个钱的事嘛 咱们建议指出一点 对距离深情一点 太好了 记好了 好啊 你傻呀 这是生的 我肠胃好着呢 你记住啊 你马上快考试了 别得什么病了 对了 我跟你说 萧区长已经把材料给你买回来了 别忘了把钱给人家 跟我妈说了 她会直接寄给萧区长的 放心吧 行了 你就住住住 别得病了啊 那瞎喝呢 萧区长 我跟他们领导谈了 你还没有想到 我去那儿那儿呢 我去那儿了 你去那儿吧 我去那儿了 我去那儿了 算了啊 咋的你 这样吧 明天过节到我家里去吧 算了 我还是值班吧 你们去吧 王牧森 明天刚好我也没事 要不然咱俩一块值得了 也行 我想 请咱们京剧的所有干劲 吃顿饭 别行 行个屁 光着屁股过节啊 啥意思 啥意思 穷呗 是 余苏大夫 我警察的事情你帮我做的一件 你发现了 拜托了 圈区长 圣区长龙上有个人打架了 谁跟谁打架了 张大王给你多打几里群了 嗯 好多人都上去早了 那小六不在吗 他从早上拉过的 现在还在蹲在厕所里呢 简直是糊撤 从早上拉到现在 不把场所拉出来了 他们这是有意跟我们就要对抗 这信不解决不行了 带我去看看 让他喂什么 不要说来呀 行了行了 好了好了不要不要打了 好了好了 哎 怎么回事 刘兄跟着 小姐 你看把我打的 简直是太无法无天了 你们一定要严厉处理他 还不止他一个人 不止他一个 不要忽悠 到底怎么回事 张大王往我头上人卖草 我说了他两句 他就动手打人 这种素质的人太可怕了 几根烂草能砸破你的头吗 你成天屁活都不干 他们事还挺多 你看 你看张多 什么态度 徐立青 你是不是又没有好好干活 他干个屁活 你想说啥你 你还翻天了你 你们两个跟我走 走 急死我了肚子实在不振气 想站起来就是不行 以后拉肚子找人带班 现场不能没人 听见了吗 是 看什么看 赶紧干活去 快快快 小玉 徐立青最近一直没咋干活 你为啥不管 人家原先是副市长 社会关系盘根错节 一根胡须都比我腿粗 我敢管吗 送货 哎呀 托姆森 我告诉你 不管徐立青以前是干什么的 他关到这儿来 就是一个犯人 跟其他犯人没有区别 这么简单的道理 你怎么可能不懂 哎 今天为什么打架啊 就是有些犯人不服气 你再不管 以后还会出事的 黄木森 你也是我大哥 干这行这么多年了 为什么偏偏在徐立青的问题上 丧失原则呢 你去把徐立青上工的情况 给我查清楚 该罚就罚 余索布 你负责监督 好吧 好 你好老板 你咋刚来 哎 收摊子收摊子 不吃了不吃了 咋呢 他们算计好了 一下班都跑了 这帮没良心的家伙 这口全羊都上了 那怎么办 行了 退吧 别退 他们不来 咱们自己吃 你跟钱有仇啊你 不行 退 老板 回来 就是 这太浪漆了 你们这灯 我们妈 本来有了二十个人 这菜嘛就散了 这口全羊帮我们退一下 怎么样 我们吃饭嘛 啥歪歪的 我们跟你这么活着 我喜欢天天吃饭的嘛 你就帮个帮啥老板 来啥呀 退一下退一下 慢点慢点 来来 不退了 过节了 咱们自己 得犒劳一下自己吧 行了 不退了 来 赶紧把救上来 好 大家们能吃饭 多吃点 牛牛牛 快 上去救 一会儿 哎呀 哎呀 余苏不大哥 王大哥 杨克尔 有什么得罪大家的地方 我给大家赔罪了 余苏不大哥 牛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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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腹 sch 好样的 他也是好样的 你看看 没有土豆了 来来来 快快 去的传过来 来来 我们上来 再来一点 好 来 来 和歇 来 和歇 和歇 不来就不来嘛你 不要人家丢人看人 原来 小凡就是好兄弟 也许提前的观众朋友们 过节好 祝愿解放兴起战员们 武警官兵 公安战警 节日快乐 哎 咱们用我们监狱干净啊 知道我爸妈妈 现在都忙啥了 和歇 身负个啥 我想留在这儿呢 你想啥呀 真心想 还真有人想留在这儿 你们拿走我想啥 这里吃穿不抽 冰了 还有人看 外面啥样子谁知道 没问题啊 你想那么多不该想的干嘛呀 已经够幸福的了 你看人还没出狱 政府就跟你把养老院联系好了 你等着想幸福去吧 不过觉得寂寞呀 找出来一个老太太 不年轻媳妇 谈谈对象 这就是生活 神仙过的日子 至少一个老头子 不得刀啊 录尔 今晚会开了 八人还在那儿等着呢 没有 活到底干不干 怎么样 辣子会开不开了 辣委我带装饭上工地了 活不能不干呀 还有谁没打 李强没来 好像家里有点字吧 给他打电话 他要不来的话 咱们一直等着 好 人到齐了 今天给大家开会 是我想向大家 道个歉 埃坚找我谈过话 我发现了很多问题 我忽视了大家的感受 是我的不对 我想大家 说声对不起 你们接受我的道歉吧 如果大家还有什么怨言 我希望摊开了说 不要搞背后那一套 王牧森 你对付我的那些办法 也该收一收 咱们摊开了架 但是出了这个大门 咱们还是站在一条战线上的战友 同意吗 小凡 今天大家都在这儿做的呢 说句心里话 我也不怕你生气 这么长时间 奸区赶紧跟着你 可是没少吃苦受力 活干的比谁都多 可是钱呢 比谁都难得少 大家说是吗 这是我的问题 我承认 你是我们的偷偷 你不向着我们光向着罪犯 这以后 还有谁会跟着你干吗 你说得对 这是我最大的问题 我对不住大家了 但是从今天起 我希望你们有任何困难 都可以来找我 我小凡就是自己饿着 别让你们吃干的 小凡 有你这句话就行了 就算给我们大家吃了个定心丸 以后你说咋干 我们你咋干 大家说对不对 对对对 你能把话说在这个份上 我也就认了 以后咱们再苦再烈 有人想着也值了 好 好 咱们散会 好 咱们散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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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快 喝点奶茶 还热着呢 王牧僧啊 王牧僧 我对你的工作能力 实在是感到失望 我已经为你这事尽力了 看一看 从别的地方 再给你着不着吧 加点分 不过也愿意 都惹出公愤来了 你说这事我能包得住吗 我要再这么下去 肯定得追究我的责任 弄不好 就把你换到别的监视去了 要是把你弄到于素普那儿 那以后我可就管不了你了 这个于素普 恨不能多扣我几分 典型的小人得志 不会吧 那都是按规矩去办的 一分也没多扣你的 我还多替你瞒了几分呢 行了行了 你别说了 我是看出来了 有于素普在 就没我的好日子过 我是虎落贫阳被犬妻啊 我徐立群的混到副市长的份上 也不是白混的 如果他真要跟我叫板的话 大不了愚死亡愣 大不了欲死亡愣 哎呀 你这是干啥呀 你行了 喝点奶茶吧 啊 把你热上了 这是张广天写的 他说他们夫妻俩都是一线干净 总是轮流值班 不但夫妻平时难得见上面 连女儿也没时间管 平时都是老爷姥姥代管 周末才能接回家一趟 女儿对父母的感情 一直很冷淡 他想 他想问问 能不能把他值班的时间 轮成三天一只 这样每周他能多抽出一点时间 陪陪女儿 跟其他感情通过气 问问他们的意见 他们要是不同意的话 我来值这个班 我没事 我来带也行 这还有 这是阿姨西丁写的 他说他的父母亲都是农民 没有医疗保障 他父亲得了尿毒症 一直想换肾 但是没有钱 他们夫妻俩每个月省吃兼用 也凑不够这笔钱 他说这事的时候哭了 他说等存够了这笔钱 父亲也早就不在了 我都没有注意过这些事情 梁可儿 我太失职了 在咱尽区 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 我跟海坚提议一下 咱们搞个捐款 看能不能帮他凑一部分 你看咋样 还有吗 小刘告诉我 小刘告诉我 她相亲都相了七八次了 可每次女方一听说 她在库亚西监狱工作 都不干 现在好不容易找了个女朋友 想马上结婚 可女方提出 必须要有房子 论警铃和职务 她都够不上 这么多的事 咋解决得了呢 尽全力吧 小凡听着梁可儿的话 让她又想起了那句 在监狱里流行的老话 犯人有妻 预警无奇 如果解决不好干警自身的问题 又怎么能指望他们 去解决罪犯的问题呢 往那边撒匀了 怎么弄这儿来了 他真的要走了 我算是看明白 什么是感情 什么是亲人 都是假的 是我自己太傻了 你也不要太绝对了 你哥哥不代表所有人 再说 他不是还没走吗 你终于肯给我打电话了 何如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 说吧 我想借五千块钱 对不起 我不该开这个口 小白 太过分了 是 对不起 我借给你 何如 我会尽快还给你的 我要得紧 今天晚上可以拿到吗 行 行 你真漂亮 这是你第一次夸我 你怎么这么颓废 是吗 今天出来的鸡 未来的鸡收拾 是 这是给你买的机票 十点的 一块点吃还来得及 这 干嘛不买火车票啊 你别管我行吗 快吃吧 没吃 都比较好吃 何如 你咋了 没事 你快点吃 不然来不及了 是我对不起你 赫如 我从深圳回来 一定来看你 金泽星悄悄地走了 萧凡怎么也想不通 骨肉亲情在物质和私欲面前 竟显得如此脆弱 他深深地为金泽光感到惋惜和担忧 您好 您所拨打的电话请问一下 对不起 这样没剪完 没剪完吗 把音乐开进去 我看现在都一定不错了 你看 喝点 这一趟 萧凡 萧凡回来了 萧凡回来了 怎么样 你看我不让你去不让去 你偏要去 你看花钱买最瘦了吧 你这来回一趟花了不少钱吧 行了行了 过去的事咱们就不说了 以后不去就行了 好 来 过来看看梁可拍的东西 哎呀 太好了你看 太好了 你看 拍完了 太好了 来 你们多给提提一讲 哎呀 快放吧 你看 哎 这咋看 看电视一样啊这个 你傻呀 人这个东西 拍完了我里头一插 就是看电视 嗯 你看 导演 梁可 哎 梁可 可以啊你啊 当导演了 你看这事你啊 哎 梁可 哪一天 让我们王武生演的角色 怎么样 让他好好地这样演 完了以后 把它糊糊地包装一下 这个是 别着急啊 这里面有你们的镜头 有的吗 有 你看啊王武生 王武生出来了 你看 哎呀 哎呀 忍不换啊 你看你怎么不语啊 君子 你看啊 梁可 你这拍的啥呀 我正掏耳朵 你都给拍进去了 哎呀 咱你难看难看 我没剪掉 哎呀 剪啥呢 给你做啥 这是易说 还剪掉剪掉水 看 妈呀 妈呀 哎呀 挺好 拍得不错 可不是嘛 你看 王武整天在这耗着 哎呀 啥都没有感觉到 这让梁柯这么一拍出来 还真有味儿你看 太好了这个 像这种片子啊 准备咱们作为干警和犯人们 看一次 对 要真是那样的话 就起到这个片子的作用了 你们觉得那样行吗 梁柯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不错 我就怕你们不忍心打击我 拍得真不错 像阿巴斯那个片子 放给犯人们看看 邦交力度太大了 哎 小凡 我说你又开始做那 荒凉美梦了你 啥叫荒凉美梦 你懂啥呢你 人家想法是很对的 阿巴斯那个片子 你没看过吗 你看得感动不感动 你都感动 犯人看得也更感动嘛 这不是 我说余师傅 你以前竟跟他们唱反调 你今天怎么了你 转话不过来的 就像你这样真转话不过来 哎 小凡 我告诉你个好消息 啥 咱们 要搬家了 要搬到那个现代化的大建议区 对 我差点忘了 你们去看过没有 当然去看了 特别好 那个楼盖的嘛 哦呦 那么漂亮 比我们政府的楼都盖得漂亮 那个 信息化 是不是信息化管理 信息化 信息化管理 那个监视里面嘛 都有监控录像 以后我们这犯什么 像那鬼头鬼脑的那 偷偷摸摸的 打架的那样子 咦 他们把那监控录像 那个录像他弄出来一放 一看 啥都看见了 他想骗我们都骗不成了一放 里边还有医院呢 听说医院里边还有什么 什么B超啊 还有什么 X光 对 X光什么的 里边还有多共同厅呢 听说里边还可以放电影 咱们还可以演节目 对啊 咱的苦日子呀 总算熬到头了 对 不错 以后 你们就好好享受吧 哎 像我们这一辈儿 开开喽 走啦 我跟你说 这是我老爸特意给你做的 红嫩鸡腿 这是他最拿手的一套菜 我这一辈子啊 也没吃过几回啊 玉琢伯 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呢 你从回大人 你还能干什么 哎 姨叔婆 晚上我请客啊 你还以为 她是什么好东西吗 你明天去跟她离婚 我再不离婚 以后别来见我 我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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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às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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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